都髒到好像都 小熟那種感覺 花46萬元團廢到歐洲玩 團員秀出了住宿的飯店 赤腳踩在地毯上控訴很髒 連行李都不敢攤開擺放 而床上的被子都讓他們 寧願穿著自己的外套睡覺 拒絕蓋在身上 下雨可是等不到車子 大家一起在那邊淋雨 淋了一二十分鐘 不只住宿的環境 團員還指控 台灣領對了行程編排 讓他們淋雨等車 甚至到雅典知名的古蹟景點 衛城 領對不見了 有團員被丟包 出面控訴的旅遊團一共有24人 大家彼此都認識 相約出遊 他們的行程 是搭太陽公主號郵輪到愛琴海 接著義大利 希臘 土耳其 走訪15個城市 標榜著午餐50歐元 晚餐60歐元 號稱4.5星級以上的住宿 整團的團費破千萬 旅行社澳城清扣除機票費用 每人搭輪船和住宿餐飲等團費三十一萬五 相關的消費都有明細 旅客有疑問他願意當面溝通 但是搭郵輪飛機往歐洲三個國家 花將近五十萬元的旅費值不值得 對遊客來說遺憾已經造成難以挽回 當地新聞 朱俊傑 最榮 屏東報導